今晚会主委为资民宗出席了中央存保公司30周年庆的活动 表示已经委托了存保公司 沿您银行存保和保险安定基金二合一方案 条款最慢会在6月份的时候出炉 另外对于大陆人民银行宣布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他强调此举会对于台资银行有利 大红天灯慢慢飞起 写着永续发展的目标 中央存保公司举行30周年庆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与央行副总裁杨金龙都到场祝贺 现场来宾跟一起大合唱经典歌曲 曾主委更期许存保公司能成为金管会的智库 我觉得要赋予他新的功能 成为金管会银行方面的智库 曾明宗表示希望存保公司能进一步强化国内跨境交易风险控管 也透露保险监理方式变得更加积极 未来接管业务也会有变化 已经委托存保董事长桂仙农研议将银行存保与保险安定基金二合一 最慢将会在6月出炉 另外对于大陆人民银行宣布降准看法正面 对股市我相信没有直接影响 对金融的部分我们在那边的将近50个分析机构的成本会降低 对于大陆央行决定下调各类存款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曾明宗强调此举将对在中国地区营业的台资银行有利 除了降低成本外更可提高资金灵活度 也表示对台股不会造成直接影响 陈平陈伟又台北报道 对台股市民币的地方 谢谢观看